这可能是世界上压力最大的摩托车之一 但这里摩托车不仅是交通工具 更像是他们的运输工具 而两轮的摩托车 往往也可能支撑不起他们的梦想 这里的路很宽 但这个宽也仅限于对摩托车而言 而且路的中间 还有一条摩托车专用路线 这里是印度尼西亚的一处偏远山村 这里的人靠着摩托车运输木材 以换取微薄的收入 至于一台摩托车到底能拉多少 这不仅取决于摩托车的动力 还取决于司机的胆量 更听的是他们的巴子是否够硬 像这位师傅他只拉了三根木头 而这只是这位师傅的极限 不是摩托车的极限 他们每拉这么一趟 差不多能有十块钱的利润 在巨大的收益面前 往往也是伴随着不小的风险 一路上随处可见散落的木头 这是因为这位师傅的两条腿 没能稳住摩托车的两个轮 最终导致他在这里翻了车 对于这种事情 也没有人会来帮他一把 这不是因为没有人情冷卵 而是这种事情根本帮不过来 因为像这种在路上翻了车的摩托车 实在太多 没有谁愿意牺牲自己的时间 来当一个善人 毕竟十块钱的利润 包容不下那么多的善局 这位大叔比较心狠 他一次居然拉了七根木头 因为他想赚的更多 毕竟摩托车又不知道什么教练 胆子放大 只管给油就行 这位红衣服小哥也接到了自己的一车生意 然后开着他的摩托车上路了 可以看见这个路真的紧够摩托车轮胎行驶 容不得半点方向上的偏差 小伙年级虽不大 但也在这条路上跑了好多年了 而此条运输路线最危险的 还是这个地方 在这个位置上 是很多摩托车报复司机的绝佳场地 这里不知道送走了多少位司机 如果你的车的动力不够 或者你的两条腿等的不够快 那么你就可能结束这十块钱一趟的生意 但这老哥今天是幸运的 他顺利的通过了这艰难的路段 而那十块钱的生意 他可以继续做下去